教令院,又發生什麼壞事了嗎? 為流通而造的船,遇到港口也會停泊 所以,黎月是一切財富沉澱的地方 教令院,又發生什麼壞事了嗎? 《玉買桂花同在酒》 《可以騎入碗并》 《小婚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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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一烤,又脆又香又好吃 不用担心,小可莉 前早就和我叮嘱过了 我已经向猎路人下单了 这几天,大厨会挑选刚从湖里钓上来的好鱼 快快入锅烹饪 配上可莉最喜欢的调味粉和酱料 还有我准备的特制茶点 肯定和你炸鱼时的收获一样美味 好,那就听丽莎 丽莎姐姐的 这几天,可莉一定专心在城里玩 嘟嘟可哄哄其欲计 不去炸鱼 不给阿贝多哥哥的朋友添麻烦 那可莉出发 去找荣誉骑士哥哥和小派萌啦 嘿嘿,谁要找我们呀 荣誉骑士哥哥,还有小派萌 可莉刚刚在想你们,你们就出现啦 是有什么魔法帮可莉把消息传给了你们吗 哎呀,小可爱和派萌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 都不用辛苦我写信了 我们俩比较闲 原本想来图书馆找书看 但嘟嘟可哄哄其欲计是怎么回事 听着比普通的书有趣多啦 这是丽莎姐姐给我做的新游戏啊 名字是我们一起想的 小派萌一下子就记住了 好聪明 原来丽莎还会设计游戏啊 我还以为丽莎的博学是书看得多的那种 我只是参考了学生时期用来消遣的一款游戏 滚滚乍乍姑 改进了它的设计 没有花费多少心力 只要能让小可莉开开心心地读过这段特殊时期 要我再多设计几种也没问题 对啊 我想起来了 刚刚你们好像还提到了阿贝多的朋友 薛静蒙德发生了什么事吗 这次的意外嘛 说来不大不小 但确实要谨慎处理 近期 果酒湖里出现了来自须迷的鱼类 放任它们肆意繁殖的话 有可能威胁到蒙德水域的生态 还好小可莉悄悄溜出去玩的时候 发现了没见过的鱼 嗯 抓了两条上来 问了问凯亚 不然 等到一般人发现它们的时候 说不定湖里的原住民 已经被赶到不起眼的角落里去了 假如水下的生物群体发生了变化 影响到果酒湖的水质 进而影响酒业 这就是关乎蒙德经济的大问题了 嘿嘿 这一次可莉有功 秦团长知道了以后 还特别表扬了可莉哦 居然还有这种事 真是好险 目前 调查小队派出了一些队员 正对果酒湖进行勘测 找出这些鱼类入侵者的老巢 这段时间 未防惊扰入侵者 可莉就不能带着她的宝物到处跑了 调查小队使用的仪器非常灵敏 湖边一定距离内的爆炸 也会对勘测造成影响 秦说 一直让小可莉闷在城里 她肯定会觉得无聊 阿贝多正忙着改进游击小队的实验型装备 凯亚刚好也去出差了 照看她的任务 就落在了姐姐我的肩上 现在不无聊了 丽莎姐姐发明了嘟嘟可轰轰奇遇记 可莉很期待 想更容易骑士哥哥和小派萌一起玩 嗯 嘟嘟可轰轰奇遇记的游戏桌 就放在花园那边 我在猎路人下的订单 也会送到那里 一边享受美食 花香和清风 一边和小可莉玩游戏 这么难得的机会 可要好好享受一番哦 咦 丽莎这话的意思 是不和我们一起去吗 作为游戏的设计者 我参与的话 未免有点犯规了 会影响到你们游玩时的 惊喜哦 而且 我这个图书馆里员 还是要待在岗位上 尽到我最基本的职责嘛 听着像是你又在找理由不出门 乖 你们安心陪着小可莉去玩就好 好吧 那我们回头再见哦 丽莎 就是这里了 容易骑士哥哥 这就是嘟嘟可哄哄哄奇遇记的游戏桌 嗯 这里的环境确实很好 游玩的体验肯定很不错 丽莎选起地方来真是没得挑呢 那就拜托小可莉教我们基本的玩法啦 那我们就开始吧 死你了 荣誉骑士哥哥和小派帽 可莉和你们一起玩嘟嘟可哄哄奇遇记的时候 特别开心 谢谢你们陪可莉 啊 对哦 不能玩到太晚 可莉还是要好好听话 早点回家睡觉的 可莉认得回家的路 嘿嘿 我们白天再见 文威骑士哥哥和小派萌 可莉和你们一起玩嘟嘟可哄哄奇遇记的时候特别开心 谢谢你们 佩可莉 好耶 我们再来一只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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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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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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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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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